因为疫情影响,武汉繁华的光谷步行街已是门口罗雀,商铺基本关闭,但有一家咖啡店却在坚持营业。 七名员工自愿留守,每天为两家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外送咖啡,日均500杯全部免费。 二月十四日,记者在咖啡店内看到,他们会在咖啡的杯身上手写祝福语,武汉加油,向您致敬,有您真好,等等。 由于当天是情人节,他们还在杯身写上情人节快乐,并且每个手提袋中都放入了两枚巧克力和一束鲜花。 咖啡店负责人Echo告诉记者,因为他们有很多老顾客是湖北省中医院的医护人员,其中不乏每天至少要喝一杯咖啡的重度爱好者。 于是和小伙伴们商量,做公益咖啡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 我们的光谷店平时也可以做到四五百杯的一个销量,但是那是一天的销量。 然后现在因为为了保证医护人员在午餐或者晚餐时候能喝到热的咖啡,我们都是要求在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之内做完两三百杯的咖啡,所以它的节奏会非常快。 让Echo和他的小伙伴们没有想到的是,咖啡店被媒体曝光后,网友们通过网络平台的买单功能,持续不断地在咖啡店里云卖单。 实则捐献不到两天时间,款项已接近六十万元。 有了网友的支持以后,我们更不会去计算这些成本,因为我们现在的原料供货商也进不来,然后我们每天去河马买牛奶等等这些行为,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让这些网友的云咖啡落地真正送到医护人员手里。 Echo说,为了保障食品的安全,每天都会对店面、设备和人员消毒。 他表示,相信疫情一定会结束,大家一定能等来春天。 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疫情,也没有经历过封城,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坚信疫情一定会过去,我们一定会等来春天,等来夏天。